大家好,我是西西妈 今天教大家勾这个不条线的收纳框 然后这个收纳框的话 我们是采用的不条线勾的 然后是分成了五片 我们勾了五片这样的竹母方格 这个竹母方格是最简单 也是最经典的款式 然后家里边如果有剩下的 之前勾过的东西剩下的不条线 然后这种零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不条线来勾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是分成了五片,一片 然后这个男生是四片 然后我们是合成的 挺能钻东西的 毛线的话我们可以 二脸的毛线我们可以钻四团或者五团 然后这个它有弹性 然后可以钻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遥控板 然后家里边的小东西都可以钻到里面 水果之类的都可以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要用的工具 这边的话我们是用的6.0的勾针 用的是不条线 但是今天为了好方便演示呢 我就用这个 今天就用这个细的牛脸棉代替一下 然后大家到时就用不条线和6.0的勾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是这样一片一片的 我们是勾五片这样同样的方法 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是勾五片 然后配色的话就根据大家自己手里的线 还有自己的喜好来了 这边的话我就是用牛脸棉勾了四片 到时我们就是直接这样 把它拼接成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个花片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片花瓣 那个花片是怎么勾的 然后大家就用同样的方法勾其他的 好,首先我们拿出线 大家用那个不条线 然后我这边是用牛脸棉 好,拿出勾针 我们首先在手上绕一圈 好,把线圈拿下来 这样拿线 捏住线头 好,勾针穿进去 把线拖出来 我们立三个辫子 一 二 三 然后绕线勾长针 拖出来 拖出前面两个线圈 然后绕线再拖后面两个线圈 这就是长针的勾法 我们再看一下绕线 把线圈拖出来 绕线拖前面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后面两个线圈 好,这就是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滑板 好,然后我们还要勾三个 割完这个三个长针 这个起立针我们算一针 好,然后我们是立两个辫子 好,继续绕线 到这个大圈里 我们继续勾三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然后我们继续一针 两针 好,离了两个辫子 然后再重复 割三个长针 我们两个花瓣之间 我们是间隔了两个锁针 好,三个长针割完以后 两个锁针 还有最后一个滑板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我们第一圈的话 我们是四个滑板 两个滑板之间 我们间隔的是两个锁针 好,四个滑板我们已经勾完 我们把线圈拉紧 好,这里看到我们是下一圈 我们是有换线的 每一圈我们都是 四个四圈 我们一共是勾了四圈 四圈都是四个颜色 如果大家觉得一个颜色也好看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换线 那这里边我们要换线 我们拿出 另外一个颜色 好 这里 我们还有最后一针没有勾 我们本来这里应该是勾两个锁针 但是为了下一排 我们要立起立针 然后从这个大的空那边勾的话 我们就不勾那个锁针了 我们就以一个长针连接 绕线 好,穿进 这里 这里是我们之前立的三个辫子针 然后这里对应上去 我们这里是勾的 勾的我们是勾的第一个长针 第一个长针对应上面的辫子里 我们穿进去 我们在这里割一个长针 这个长针就代替了我们花瓣之间的锁针 好,我们现在要换线 拿出要换的线 然后这样捏起来 翻到花片后面 把勾针 把线脱出来 然后把这两根线脱紧 拉紧一点 好,这样换线我们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始第二圈 第二圈的勾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在这个大的孔里边 我们要加一个花瓣 我们第一圈是四个花瓣 我们第二圈一共是八个 好,首先我们立三个辫子 一、二、三 然后拖紧 把这个换线的这里 我们要拉紧一点 然后穿进这个大的孔里边 我们也是勾三个长针 起立针我们算一针了 然后我们就只需要再勾两个长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一个花瓣勾完以后 我们勾一个锁针 然后在下一个大的孔里边 就之前我们留下的锁针里 我们在这里勾两个花瓣 一个长针 两个 三个 好,这是一个花瓣了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转角的地方的话 我们是勾的两个花瓣 好,转角的地方 我们花瓣之间的间隔锁针是三针 一、二、三 好,然后绕线 在同样的这个孔里边 我们再勾一个花瓣 一个花瓣是三个长针 好,只有这个四个角落的地方 我们才是要这样勾的 然后我们角落之间 之间的花瓣 我们过渡的话 我们是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好,因为我们又来到角落的地方 我们又是要勾两个花瓣 好,这里依然是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继续再勾一个花瓣 在同一个洞里 两个 三个 好,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锁针 下面又是两个花瓣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这是一个花瓣了 花瓣角落里的这个 这个角落里的这个 呃,花瓣我们间隔是三个锁针 一、一针 两针 三针 好,再勾一个花瓣 二 三 好,然后我们还有 这里我们是刚开始勾到三个 然后我们应该还要 最后这后面还要勾一个花瓣 你一个 勾一个锁针 好,在这个大的孔里边我们勾一个花瓣 三个长针 好,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第二圈的话我们是已经勾完 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三圈我们依然是有换线 我们 角落里的地方四个 四个角落我们都是两个 花瓣 然后其他地方这个孔 我们都是一个花瓣 嗯 这个 这个花 这个花瓣和这个花瓣之间 我们是间隔的一个锁针 只有四个角落里 我们花瓣之间才是三个锁针 其他的地方都是一针 好,我们最后连结依然是用长针 绕线 然后我们看 这里是我们之前立的三个辫子 然后我们是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 我们勾长针 好,这里我们要换线 如果大家不需要换线的就直接往上勾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换线的话我就直接用这一个之前的这个线 嗯 如果大家不勾这个颜色了 我们勾完第一圈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断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换线 好,一起立针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线带出来就把它换线 然后把这根线拉紧 依然是立三个辫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在这个大的孔里边 又是割一个花瓣 是三个 长针 好 好,这个一个花瓣完成了 然后我们开始在这个大的孔里边我们要勾花瓣 间隔一个锁针 好,这里是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这是一个花瓣了 然后我们又来到角落的地方 角落的地方我们勾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这里边勾两个花瓣 好,这里首先 间隔一个锁针 来到这里 勾两个花瓣 每个花瓣是三个长针 两针 三针 好,这是一个花瓣了 然后这个角落里的花瓣的话 我们是间隔三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好,再勾一个花瓣 好,间隔一针 在这个孔里勾一个花瓣 好,间隔一针 再间隔一个 在下一孔里我们勾两个花瓣 只有角落的地方我们才是勾两个花瓣 其他地方都是勾一个 好,间隔三针 好,间隔一针 一 二 三 好,又是间隔一针 下一个角落 一 二 三 好,三个锁针 再勾一个花瓣 好 一个锁针 再勾一个花瓣 好 我们还有 现在最后一个角 最后一个角 我们还 还 还 差一个花瓣 好 这里是立了一个 然后再 剩下的这里 我们割三个长针 好 我们这里依然是以长针连接绕线 然后再第一个长针 这个是起立针 然后这里是第一个长针 对应的辨子里 插针进去 割一个长针 好 我们换线 那我们这个 这个篮子的话 我们一共是就勾了四圈 这个花瓣 如果大家觉得三圈就合适了 我们就可以不用勾 就断线就可以了 一会儿就缝合 然后我们现在是勾了四圈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 剪断了 好 我们割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 我们依然是要换线 把这个线 脱过来 这里我就用了两个颜色 这个 不条线的话 我是用了 就每一圈都是换的颜色的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欢 好 我们依然是立三个辫子 方法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大的口里 我们割一个花瓣 好 这是一个了 然后这个 边边上的这两个孔 我们都是勾一个花瓣 然后四个角 一 二 三 四 我们都是一样的勾法 都是有两个花瓣组成 两个花瓣 这样看 两个花瓣 然后两个花瓣之间 就是脚的地方 我们都是三个索针 间隔 然后其他地方 我们都是一个索针间隔 好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先把最后一圈 我们先勾完 好 我们已经把最后一圈勾完了 然后大家觉得 四圈我们还少 还小了的话 那就继续 按照同样的方法 就继续往上面加针 然后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勾四圈 我们就勾四圈就可以了 好 我们最后连接 依然是用长针连接绕线 然后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 我们勾一个长针 好 勾完以后我们再立一个起立针 我们就可以把线剪断了 好 剪断以后我们把这些线头 然后呢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再勾五片颜色 就根据自己搭配 好 把这些剪断 那这边呢 我已经提前勾好了 这个五片花瓣 我们也一起勾完了 好 这边的话 就我颜色是自己搭配的 然后大家 大家也可以自己搭配颜色 我一共是用了五个颜色 就是五团 那五团线的话 我们勾完应该还可以勾其他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 连接这个花片 这个花片 我们都是两片两片这样连接的 用用的是引拔针 用引拔针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怎么连接 首先我们是 就 花片里面那一面 我们是相对的 相对 然后我们拿出线 我们拿出另外一个颜色的线 好 我们是这里 对齐 把钩针穿进去 然后这边 直接从这个大的孔里边 我们穿进去 然后线是这样的 好 拖出来 拖出来以后 我们不用立起立针 我们直接在下面一个孔 就是第一个长针 这里 是 好 这边我们对应的穿进去 然后这个线的话 我们这样 绕一下 我们就缠线头了 好 我们把线拖出来 这里我们 拖紧一点 然后下一针 然后这里也是穿到下一针 把线绕下去 好 这个是 就是引拔针缝合了 然后我们一针就对应着 一针的缝 好 到了这里 中间我们可以不用 这个大的孔里 我们不用缝 我们直接跳过 穿到 这边的第一个长针 我们藏下线头 好 我们就是这样 这里不能 勾太紧 太紧的话 这个 蓝绳它会皱起来 好 然后直接跳到下面一针 我们就是这样 好 到了这个最后一针这里 我们穿进第二个 第二个辫子 中间这里 我们穿一半 好 这边我们也是 穿一半 然后把线拖出来 好 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立一个起立针 我们看一下 相当于这里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这里 可以断线 可以稍微留长一点 我们一会儿要藏线头 好 这两片的话 我们就已经缝合完 缝合完 我们可以把这里 藏的线头 我们剪断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拿出下一片 然后又拿出下一片 也是 里面 这个是里面 我们也是 两片相对 好 然后同样的方法 穿进这个大的孔里 或者是直接穿到第二针 这里穿第二针 我们这里也是穿第二针 穿一半 然后把钩针 拖出来 好 不用力起立针 我们直接穿到下一针 这里也是下一针 把这个线绕一下 直接把线拖出来 好 这样就是一针了 然后我们又是这样 对应的钩 把这个线绕一下 好 绕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跳到下面 这是第一针 好 好厉害 好我们依然是穿到第二个锁针 这边还是第二个锁针 我们穿进去 然后再捏一个辫子 好把这根线剪断 好第三片的话 我们就已经缝合完 好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开始缝第四片 我们可以这样缝也可以 就是这个作为底部 然后这样缝 都是可以的 大家看怎么围成一个篮子 都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这样围住 好然后不管 不管哪边围底都可以 这边围底也可以 这边围底也可以 然后是这样围住 然后剩下这一片 我们又是这样 这样缝合 我们看一下 如果大家 大家觉得不方便 我们可以先用这个记号扣 我们先把它 这样固定一下 再缝合 好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也固定一下 好这就是 还有最后一片 就是这样缝合的 这个包 这个男生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 好大家可以先用这个固定一下 然后就是这里 然后就是这里也是用 引拔针缝合 就是每一片 每两片我们都是这样缝合的 这里缝合 然后这里这条边 还有这一条边 每一条边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方法缝合 缝合完以后 我们还要在上面加一圈 加短针 然后最后还要勾一圈引拔针 好大家先按照刚刚那个引拔针缝合的方法 我们先把这个边我们先把它给缝好 然后组合好以后我们再教大家怎么勾这个边 就是这样 我们两两两个划片就这样缝合就可以了 这里缝合 然后这里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缝合过去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不用断线 直接从这边就缝合了 好我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再演示一遍 比如我们从这里 从第二个锁针 这边也是第二个锁针 我们穿进去 好拖出来 我们不用拎辫子 然后第一针 这边也是第一针 好 我们把这里绕一下 拖出来 好第二针 缝合的时候 大家不用拉得特别紧 拉紧的话 就是这个蓝绳它会皱起来 好 然后下一针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孔留得太大 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勾一针 这个就没有固定多少针了 大家觉得哪里空隙了就可以直接勾一针 好 我们勾到这差不多最后了 好 然后传到第二针 这边也是第二针 传进去以后 好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已经引拔完 那我们转过来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这一边 我们就不用断线了 我们可以一条线直接就连完 好 传到下一针那个辫子里 然后这边也是传到下一针的辫子里的半个 好 这边我们就来到第一针了 传两个辫子 这边也是两个辫子 直接就把它带过来了 就可以不用断线 好 这个我们可以勾一个 这里我们勾一个吧 好 下一针 这里我们这个孔里边还是勾一个 好 来到这个辫子的地方 我们就是对应的辫子 第一个辫子穿第一个 第二个 穿第二个 好 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就直接来到这边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穿 好 我们这里也可以不用断线的 就直接就 一线 我们就连过来了 这是一个 我觉得 我 好 我们把别刻拿下来 好 最后一针我们是穿到第二个锁针 这边也是第二个锁针 好 直接拿出来 那这个是 那个篮子的顶部我们是不用缝的 我们直接就可以 这里立一个锁针我们就断线了 那这一面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一条线我们就连过来了 然后这里方法是一样的 那这一边方法是一样 还有这一边 我们也是直接从这里开始 然后把这一片先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以后 我们整个男生的话 我们就已经勾完 好 大家先按照这个方法 把这一片先连完 好 最后一针我们已经连完了 连完以后我们这个 就基本上就已经勾完了 勾完然后我们最后还要加一 加边 我们看一下怎么加 首先我们勾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首先另一个辫子 然后就是每一针里 我们都勾一个短针 好 然后到锁针的地方 我们勾一个短针 其他地方我们都是 每一针我们都勾一个短针 锁针的地方我们直接在大短里边勾 好 这里也是 每一针我们都勾一针 好 到这个 缝结合的地方 让我们直接跳到这边 好 就是这样 我们每一针里我们都勾一个短针 好 大家先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先勾完 好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是有两个 有两个短针 有两个辫子 我们直接在这里勾两个短针 然后在结合的地方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好 这里也是 就直接往上勾就可以了 好 大家先按照这个方法 把这一圈先勾完 好 我们勾到最后这里 这个辫子针里我们勾了一针 然后我们直接在第一针 上面我们做引拔针 好 我们这一圈我们就勾完了 如果大家觉得一圈还短了的话 就我们再往上面再勾一圈 那我们这里的话不挑衅 我们可以勾一圈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最后最后一圈 我们是要勾一圈引拔针的 我们不用力气力针 我们直接穿入下一针 把线拖出来 好 每一针里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这样 我们勾一圈引拔针 勾这圈引拔针的话 我们就是做一个固定 引拔针会 我们可以勾紧一点 好 就这样 好 就是这样 每一针里我们都勾一个引拔针 好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勾完的话 勾完以后我们就直接藏下线头 就离一下 把这些线头我们藏一下 这里我就不教大家了 然后整理完以后 藏好线头 我们这个篮子的话 我们就已经勾完了 然后大体就是这样的 然后勾出来我们就会是这个样子 好 今天就讲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